Hello 大家好 我是GitYi 最近適逢轉季 但又不可以經常外出買衣服 那在家裡最適合做什麼呢? 沒錯啦! 那就是網購了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 除了淘寶之外 其實有哪一套買衣服好呢? 所以我這次就特意在IG上 選了好幾間香港的本地小店 買了一堆衣服回來 他們全部都是韓國直送的 但有這天大堆了 我都等了很久 我都差不多兩三個星期 他們這麼多才到齊 所以我也很緊張 很想快點跟大家做一個開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啦! 首先第一件就是這件粉紫色V領的上身衣服 這件是209元 它跟我預期的顏色是一樣的 因為我本身也不想它是太深太深的紫色 它現在是一個芋頭很淡淡 有些分衣草的紫色 我現在穿上身這一件 我真的蠻喜歡的 因為它的顏色是跟我想像中一模一樣的 如果大家想找一件可以做到 它有氣質很溫柔的上身衣服的話 這件是非常適合你的 它也蠻顯瘦 不會是一些很貼身的針織 令你很肥和很健康 還有我覺得這件衣服的細節有很多 除了它是交叉之外 它這個肚子的位置是會若隱若現的露了一些肚子 大家都知道我本身是有肚腩的 如果是這種設計的話 就不會說整個肚腩凸出來了 但是同時又有一點小肌心 小性感 它手袖和這些衣服的邊位 都會有一個荷葉邊的 但我想說這件衣服 因為是一些類似針織的質地 所以如果像夏天穿 可能會有點熱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快點去頂這件吧 好 去到第二間就買了兩件衣服 很流行那種兩件套的衣服 有一件背心 然後外面就要外加再穿一件長袖的衣服 這件本身有四個顏色 應該是黑白粉紅色和薄荷綠色 我自己家裡真的太多黑白色和粉紅色的衣服 所以這次就想特別點選了這件薄荷綠的顏色 我現在穿得上去呢 又真的覺得這個款式挺好看的 我沒想過這種設計是異常地配搭 本身好像不太有關係的東西 只是配搭在一起 咦 竟然是做到一個這麼好看的效果 它不會像一些一字薄的衣服那麼麻煩 跌來跌去 它就這樣卡住了在你的肩膀的位置 而且我覺得這個款式 加上這個顏色 也是十分之白搭 如果你想是斯文綠 你不就像我現在這樣 又是就這樣搭配一條白色的長褲 或者是白色的裙子 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想是比較型格的的話 你可以紮一條邊 或者戴上帽子 然後加一條黑色的爛牛仔裙 這樣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十分之型格的效果 不過如果大家穿這種衣服的時候 都是要穿NUDE BRA 如果不是有四條帶在這裡 就會看起來很複雜的 然後這一件應該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因為我本身都是買來貨 去一些活動的時候穿的 那就是我現在這一件 黑色有少少透視的 WUFFLE上身衣服 它是有荷葉邊的 在這裡也有 它是適合一些可能OL 或者成熟一點的女生去穿的 它透視得來又不會說真的很誇張那種 但當然你還是要穿打底 不然就真的大放鬆的了 它就會有一些少少的波點在上面 而且我覺得它那些WUFFLE的設計也挺漂亮的 現在就這樣看到半身好像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是看到真人 或者全身這樣看 是會比較好看的 如果以$249來講 它有多少設計 而且那些造工也有用心的話 我覺得是挺划算的 然後這間店其實我也想買很久了 因為經常在IG看到他們的相彈出來 但是價錢好像是貴一點點的 不過看久了就發現他們的款式好像是特別一點 所以這次就不忍了 一次過就買了三件回來的 首先第一件就是一件襯衣 它就要$359 襯衣好像很普通 但是要找一件漂亮的襯衣是真的不簡單的 它這件襯衣也有少少大件的 現在看起來好像... 它現在穿起來 這件是真的有點超級大 比我想像中大件很多 因為我本來以為它是比較貼身顯瘦 以及氣質的款式 但現在這樣看起來好像是比較偏向型格的款式 其實我不知道它這件襯衣是否應該塞 因為前面如果塞了 又好像很拋一件東西 但是不塞了 它又會很長 不知道怎樣 但是有個好處就是它旁邊襯衣的位置 就不是車賣的 你可以前面塞 後面就撞出去 這樣就會好看一點 對了 如果大家喜歡一些闊身的襯衣 或者是超級型格的襯衣 可能這件會比較適合你 但是我自己這件就一般 下一件是在這間店買的 就是這條白色的魚尾裙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買一條魚尾裙 但是都沒有找到一條我覺得最完美的裙 因為有時候它們的裙子 會太上 好像很硬 又或者太短 就突然間有一個魚尾很奇怪 但是這條呢 我覺得它那個裙子做得十分之好 它是跟著那個裙型 很自然的 一個弧度這樣灑開它 還有它那個質地我自己挺喜歡的 很有質感的質地 有點像Chanel風 有點凹凹凹凹的那種布料 不過這條裙子雖然它很有彈性 你走路它不會好像 你走得很辛苦 但是它是真的有點貼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大腿和肚子 比較多肉的話 這條就要小心選擇 因為有機會它真的會很貼 好了 最後一件在這間店買的衣服 也是我自己最高的期望 因為它是這三件裡面最貴的 那就是我現在穿的 這條面頭的連身裙 裡面的那件襯衣 就是我自己配的 其實我覺得好像太貪 如果你們家裡有一件 比較貼身的襯衣 襯起來應該會更好看 為什麼我要拿了一個袋子呢 因為我覺得這條裙子 襯了袋子 是比不襯袋子好看 可能因為我襯了白色襯衣 所以如果不襯袋子 沒有東西點綴一下 它就會有一些 好像整件都是白色的 它外面就是一個格仔紋 而且也是比較厚實的質地 但是裡面就配了一個 薄一點的白折裙子 而且這裡就會有一個開叉位 看起來也蠻有設計感 因為如果它純粹就是一個 直不辣的裙子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而且可能會令到你個人 有點顯肥 而且有點像一個圍裙 所以如果它加了這個叉位 是加了分的 為什麼呢 我突然換回剛剛那套衣服呢 因為我下一件要試的就是一件外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IG購物 或者IG上 今季的韓國衣服 很多人都喜歡襯一件白色的西裝外套 所以我就買了回來 這件我記得好像要500多元 但我覺得以西裝外套來說 它的價錢是合理的 我真的很喜歡買西裝外套 我家裡也有好幾件 有格仔的 有橫色的 所以現在就買了這個白色 那我就先穿上去看看 這陣子真的很流行 我看到很多韓妹都會穿 這個穿上身覺得蠻好看的 它的版型做得蠻好 因為我有時買西裝外套 我最怕就是它會太over size 或者太長 但我覺得現在它的長度 和那個鬆緊程度是剛剛好 可能因為它的質地不是滑 那種西裝質地 而且它的肩膀位也不會太降 所以我覺得這件就算是隨便穿 或者是上班穿 都完全沒問題 我現在這樣配上粉紅色 很有春天的感覺 超喜歡的 這件 這件真的要買 一穿上身 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像韓劇的女主角 然後加一個太陽眼鏡 再加一個長長的耳環 再加一個手袋 好像那個什麼 之前我看了一部劇 糟了 我突然忘記了 其實我不是經常播韓劇 說它在律師樓工作 是不是樓人 好了 到了最後一樣 我又是配上我剛剛那件白色的襲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在網上看衣服的時候 突然看到一件 你一看 你會覺得 我一定要擁有它 我就要買這件的感覺 不管是多少錢 我都要買它回來 我現在這條裙子 是有這個感覺的 但真的有點貴 要549元 然後加上運費 要省579元 現在回想起 是真的有點肉赤 但它的設計 的確挺特別 而且平常都很少見 現在穿上這條 的半折裙子 這個款式真的挺少見的 它外面就配上了一個黑色的布 會有一個好像皮帶扣 還有一個架袋 裡面就是一條薄紗質的裙子 前面就是一個白折裙子 但是後面看 就變成一個好像有透視的裙子 外面的黑色的裙子 是斬了幾塊布的 所以走上來 裙子放得特別厲害 而且是特別有氣勢的 如果大家喜歡走路 是有風的話 就可以買這一條 500元 看看你自己覺得是否值得 好了 終於就開張了 以上這8件 就是我最近在IG上買的衣服 剛才我也有檢查過他們的裙子 全部都是Made in Korea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購買 其實我這次的購物經驗 都覺得很良好 大部分的衣服 其實我都很喜歡 應該之後 你們經常會看到我穿著它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 也可以去入手 支持一下香港的本地小店 就是這樣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 以及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